两只眼睛视力相差大怎么办? 彭静,西安市第四医院,眼视光中心,主任医师 其实一般咱们正常人他的视力呢,双眼是平衡的 一般相差呢,不超过两行,也就是说相差不超过0.2左右 那么如果他两个眼的视力相差比较大了 那么这个人呢,往往他会有一些眼部的其他问题 比如说他两个眼的趋光度相差比较大 那么在趋光度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这个患者比如说他那个趋光度大的那个眼睛 往往是有弱势的,或者有邪势 那么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气质性的病变 比如说白脸障呀,清光眼呀,等等 所以当这个患者两个眼的视力不一致的时候呢 咱们也是要到医院正规的检查 如果是由于趋光相差比较大引起的 咱们应该及时的佩戴眼镜,比如说宽佳眼镜,RGP等等 那如果他是有弱势呢,咱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弱势的治疗 那如果患者是有白脸障,比如说心理性白脸障,心理性清光眼 那么咱们要及时的手术干预 专家提示 一,正常人的视力双眼是平衡的,一般相差不超过0.2 二,如果两眼的视力相差较大,那么病人一般会有其他的眼部问题 三,当患者眼睛视力不一致时,要到医院检查 根据结果决定治疗方式 三,二,三,三